2024大選民調看華視 今天的大選民調解謎要帶您聚焦 在總統大選確認撒卡都之後 陸續有民調數據公布 我們要特別帶您看各陣營歸隊的情形 今天來看到的是包含了聯合報 還有汇流宣言網的民調 透過兩份不同的調查 讓大家有更全面的資訊來引人 首先是聯合報 採用式化合併手機 最新的數字來看到賴消配31% 領先侯康配的29% 協取差了2% 在誤差範圍之內 而第三名是柯營配的21% 那其實是有明顯落後的 那我們其實想要跟上一份的 聯合報的撒卡都的調查相比 是9月25號 來看到賴清德30% 那現在賴消配31%其實差異不大 而柯文哲在9月底的時候 21%到現在其實是沒有差異 但是侯友宜從9月底20% 來到了11月底的侯康配 29%這是有明顯的上升的 那我們來關注到 其實在這個聯合報的民調裡面 政黨傾向的部分 交叉分析有一項很顯著的變化 政黨傾向我們來看到 其實11月底的時候 最新數字在政黨傾向是國民黨的 受勢民眾當中支持侯康配的比例 來到82% 可是我們回去看9月底 支持侯友宜的61% 所以在藍白和確定破局 趙少康擔任侯友宜副手之後呢 藍營支持者是有明顯的歸對的 那這樣的情況有發生在民眾黨嗎 來看到9月底的調查 政黨傾向表態是民眾黨的受勢 民眾73%支持柯文哲 那到了11月底柯營配 其實有來到了83% 這也是上升的 但是增加沒有國民黨是這麼多 那另外一項指標來看到 表態政黨中立的受勢民眾 其實呢在9月底的時候 支持侯友宜的只有11% 但是到了11月底 這個數字來到了23% 是三組參選人裡面上升最多的 那這是聯合報民調 你接下來看另外一個機構 會流新聞網 這個數字和聯合報不太一樣 但是都提供給大家參考 也是採用手機合併式化 最新的數字 賴營配36.8% 領先我們來看到第二名是 柯營配了26.8% 而第三名是侯康配 其實和柯營配只差0.2% 這個在統計上幾乎是沒有差異 那也可以關注到 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間 差了10% 那我們可以參考這個趨勢的部分 雖然會流在期間 是有做總統參選人 撒卡都的民調 但是我們取和剛剛聯合報 差不多的時間 所以看9月23到24號的調查 9月底也是沒有副手人選的情況之下 那新的支持度27.3% 可以看到跟有副手的情況下相比 其實它是有明顯的上升 那第二名來看到柯文哲 23.7% 來到26.8% 在統計師上呢 其實算是不那麼顯著的 來看到侯友宜 其實在9月底的時候 支持度14.2% 但是來到了11月底 侯康佩的情況之下 來到26.6% 可以關注是上升最多的 這趨勢的部分 我們或許也可以參考 那會流民調 我們同樣來看到 政黨傾向的分析 在9月底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關注到 政黨傾向是國民黨的受勢民眾 有50%左右支持侯友宜 但是到了11月底 這個數字衝到了82% 也是很顯著的 那賴消沛也有明顯的變化 來看到政黨傾向是民進黨的 受勢民眾 那支持賴清德在9月底的時候 73%到11月底支持賴消沛 這個數字來到了87% 那麼民眾黨的部分呢 9月底有64.6%支持柯文哲 那其實和柯銀沛 11月底來看到這個數字 來到了74.3%的支持度 這相較藍綠是比較低一些 我們也要關注中立選民 從侯友宜到侯康沛的支持度 有非常驚人的變化 9月底的時候呢 其實是6.1% 但是到了11月底 來到了24.3% 而其實從賴清德到賴消沛 也是有大幅增加的 那柯文哲和來到這個柯銀沛 其實這個數字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但是藍白的副首上週五才公布 這是熱騰騰的民調 接下來還有待比較長期的觀察 請鎖定華視 我們持續帶您關注